转移书法课题延烧 未加强加入抨击行列 而行动党议员及基层也联署反对此政策 62亿收购四条大道的现役有变动 香港反送中超过40名示威者被控 更多的详细请收看7月31日的《卖个大时机》 大家晚上好 我是依颖 华旦小学生学习转移书法课题仍未平息 虽然副教长张念群已经在脸书发天文灭火 澄清这事教育部在2014年到2016年修订课程的时候 将爪移文书法纳入华旦小国语课程的趣味语文教学之一 并不会纳入考试的范围 然而这一番的解释依旧无法平息华社的怒气 马华总会长魏嘉祥如今也加入了抨击的行列 甚至拿出了一份标准课程与评估文献 根据网站它是在2018年4月 大家查一查2018年4月前面的6天是国证 但是4月7号就国证解散了 它在整个月20多天过后它做些什么 它就是行政本身行政部份做的一个决定 那么你新的政府在重庆委任的这个部长副部长之后呢 任何的最终决定都必须带到部长来核准 他也提醒张念群不要利用前朝政府作为党箭牌 因为现在是西蒙执政中央 有权力推翻这个政策 另一方面是三位行动党州议员 连同社青团十多位领袖 以及全国超过130个火箭支部 今天联署要求火箭内阁部长 坚决反对爪一文政策 防止爪一文进一步体制化 进而撕裂我国的多元社会 他们强调各族之间缺乏互信的根源 在于前朝国阵政府多年来实行的种族政策 无关有没有学习他族的语文或书法 有介于此 行动党应该要把多元社会的核心价值 落实在政策里 而不是延续国阵的政策 在这里我们也跟您预告一下 今天晚上十点的百个大家讲 我们就邀请了三位嘉宾跟您一起探讨这个课题 来关注社会新闻 柔佛州八住八侠 一名59岁的保姆许德鑫 为了救两名幼儿 不幸被火烧至重伤 不治丧命 死者的儿子林瑞杰 形容当时的母亲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全 只用一条小毛巾盖在头上 冲进黄海救援 后来母亲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全身烧伤 无法脱困 但是人依然清醒 还紧紧地抱着两个孩子 接着母亲先后被送往 私人和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熬不过一天 就不惜离世 财政部打算耗资62亿领级 收购国内四条大道的特取经营权 不过这一项计划被指 暂时喊停 以便重新审查 新加坡海峡时报 引述政府内部的消息指出 一些政府官员 包括内阁部长 都认为收购价格过高 就算政府之后收取交通疏导费 预料收入也不足以应付 日后的维修和营运资金 报道还引述一位部长的谈话 指财长林冠英没有获得内阁同意 对外宣布大道收购计划 而且他的建议还遭到了政府内部的抵制 最后来看国际新闻 自上个月开始 香港频频爆发反送中示威浪潮 星期日在中上环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警方随后逮捕了49名示威者驻查 其中45人 有44人被控暴动罪 一人被控持攻击性武器 今天早上在东区法院提堂 也是第一批因为参与反送中示威而被控告的人士 虽然今天的香港下起大雨 不过线上依然有至少500名的支持者 聚集在法院外声援 裁判官随后批准所有的被告保释外出 并且押后到9月25号再次审讯 而这次的提控也让部分的香港市民质疑 当初元朗的冲突事件 为何支持威健行动 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